近期在分析西方思想史的视频中 我引入了一些宗教的观念 但是实际效果却并不是很好 因为涉及到宗教的观念史 大部分朋友都认为这非常陌生 西方思想史建构在两个基石之上 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 一个是源于西伯来的宗教观念 如果我们要系统了解西方思想史的变迁 这两个源头缺一不可 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无法深入剖析宗教观念对思想史的影响 而且因为我站在非信徒的角度论述宗教观念 难免会让部分信徒感到不满 可谓是一说就错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西方思想观念的内在发展逻辑 那么宗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很多人以为西方继承的是柏拉图和厌里士多德 其实纯粹的哲学思想不管是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人研究的 它和底层民众的关系并不大 真正塑造了欧洲民众底层思想观念的 是欧洲那些传承了1500多年 测入到社会最底层的教会组织 更关键的是 宗教观念和哲学观念共同塑造了西方思想史 比如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 斯多亚学派等等 他们都对基督教的诞生起到过重大的影响 在早期的教父哲学中 奥古斯丁把柏拉图的思想应用于基督教 经验哲学大家阿奎纳更是亚里士多德的拥顿 他们把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基督教进行了融合 从而奠定了西方的底层观念 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中 那些思想大家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 他们的哲学生长在基督教的观念里 比如康德、黑格尔、笛卡尔等等 他们的思想大多都充斥着基督教的观念 所以西哲史和基督教观念史 是一个彼此融合的过程 不谈宗教观念就无法愧得西方思想发展的全貌 比如天启主义为什么对西方思想影响巨大 新教国家为什么普遍经济更加发达 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 美国州政府为什么会禁止妇女堕胎 西方为什么会形成二元的社会结构等等 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基督教思想的追溯 所以基督教思想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入口 在漫长的历史中 西方已经把基督教内化成为一种习惯 它根本无法剥离 这正如考察东方的思想史 如果你不了解农耕文明的特点和儒家思想 就不可能把握本质 从某种程度来说 西方是宗教文明的副产品 甚至他们的节日都是围绕着宗教展开 而东方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我们的节日都是围绕着农耕展开 对一个东方人来说 不管你认为自己如何现代 其实儒家文化在你身上总有深深的烙印 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 儒家思想已经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你的思想底层 和你成为一体 当然 以宗教观念去剖析思想史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 太难理解 对一神教体系的理解 绝对不是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一神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的文明中也有神 但是东方的神和依神教的神完全不一样 第二 基督教体系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天主教和新教的分歧 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歧 新教体系内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分歧等等 它们都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思想史 当我们阐释这种分歧 却有可能会引发不同教徒的不满 不过不管是哲学还是宗教 我们考察的目的都是为了全景式 溯源西方文明的形成原理 唯有认知这个原理 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东西方会形成如此巨大的思维差异 其实在我们读书学习西方知识的过程中 我们总是遵学一种实用主义的原则 被公式被结论 但是却忽略了推导的过程 主流教育只介绍了西方科学的知识点和公式 但是却没有分析西方科学形成的过程 它们只介绍了西方某个哲学家的观点 但是你并不知道这个哲学家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观点 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导致了我们诸多的独断论的产生 让我们缺乏一种系统的前景式思维 在某些时候这种思维可能是舍本逐墨 所以我的内容西方思想史 更重要的是在于追溯西方思想为什么形成 我认为这比我们仅仅知道结论更加重要